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您直播的冠军第一时间 栏目是由昆仑山矿泉水独家赞助播出的 我是来自网易亚运的白涛 在这一时我们特别开心 请来了刚刚在女子羽毛球单打中获得冠军的 同样也是我们团体冠军的主力成员之一 非常漂亮的王世贤光临我们的节目 你好世贤欢迎你 大家好 看这边的镜头就可以了 世贤其实我没有从这个镜头上看 就觉得你是个很漂亮的女孩 非常精神 而且每次每个在思考如何打的时候的那种状态 给大家留下了特别唯美的那样的一个印象 本人近距离地看 我觉得你更加的漂亮 谢谢 因为今天你的面孔当中肯定会洋溢着 更多的是这种幸福 跟这种自豪 世贤有没有想过 今天可以能够把这块金牌收入到自己的囊中 想肯定有想 肯定希望拿这块金牌 但是觉得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吧 一定难度的 很多的媒体也在报道里边用了这个 王世贤轻取汪欣这样的字眼的节目当中 你觉得这样的描述准确吗 我觉得不是特别准确 其实今天虽然的分数打得还是不是算特别的高吧 但是我觉得整个整场球的话还是打得比较艰苦的 包括第一局的后半段 第二局的后半段 自己整个我们多拍也比较多吧 然后还是我觉得得分还是不太容易的 不太容易 当最后一分拿下来的时候 自己当时的状态现在还能回想起来吗 心情是在想些什么 还是比较激动吧 第一个想的就是比赛终于完了 终于完了 之前拿到团体的这块金牌 跟拿到单打的金牌 肯定心情是不一样 而且这个金牌的分量肯定也是不一样的吧 其实我觉得团体的金牌 我觉得相比之下 我觉得团体这块金牌来得更有意义一些 因为首先我们先赢了韩国队 然后进了决赛 然后而且这块金牌也是通过大家一起的努力 一起团结在一起的 在一起才拿到这块金牌 所以我觉得这块金牌 我觉得算分量更重一些 更重一些 第一次参加亚运会就有着这么丰厚的这样的一个 算是亚运会给你的一份礼物 当然也是靠自己的心血所获得的吧 这种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 开心吧 挺开心的 然后刚才有没有打电话给自己的家人报个喜 其实他们通过电视上都应该看到 我相信肯定他们也特别希望能够听 他们先给我打个电话 我先发信息吧 然后我再给他们回 会如何去庆祝自己的这两块金牌呢 有没有计划 现在还没有想好 还没有想好 先接受一些的采访 是不是 先和广大的媒体朋友们先分享一下这些快乐 好 那么你如果自己在非常冷静地回想 最后决赛的这场比赛的时候 你觉得你自己的表现是完美的吗 或者是你对自己的这些表现有什么样的一些评价 我觉得今天整个的表现还算可以吧 前面几场球 前面第一局的前半段和第二局的前半段 打得还是算比较成功的吧 然后也按照了自己赛前的布置的 自己整个的那个准备吧 但是两个后半段打得都不是特别好 被他追了很多分吧 也是可能心态发生了变化 想急于想拿下来以后 然后所以说打得比较着急吧 喜欢你的朋友们肯定都知道 你是属于那种就是攻守兼备人那样的一个球员 而且呢就是非常灵活 硬面能力非常强 你的这些特质 这些优势在最后的决赛当中 你觉得非常完美的发挥出来了 还好 我觉得今天的防守做得比较好吧 然后整个对于汪欣的线路 然后自己防的还是算比较充分的 人还是比较积极的 比较积极的 怎么评价汪欣今天的表现 我觉得他今天主要 可能还是在两个开局 打得不是特别好吧 但是我觉得他还是属于那种特别能顶的 所以赢他也是比较不容易的吧 所以这点还是需要我向他继续学习的地方 也非常谦虚 而且要善于发现对手的一些优点 是不是激励自己 这也算是他的一大优点 相信也在这个备战押运会之前 肯定也经过了一段非常周密的 这样的一些训练的安排 能不能给大家回忆一下过去的这段日子 有些什么令你非常难忘的一些片段 也没有非常难忘 然后我觉得还是就是按照一般的正常的在备战吧 然后只是因为是备战嘛 所以训练肯定还是属于强度比较大的那种吧 然后自己其实赛前的状态也是 还是有点起伏的吧 人的整个人的不是特别的冷静 还是有点燥吧 通过这次押运会除了收获两块金牌之外 有没有收获一些其他的 有 我觉得这次养育会让我收获最大的还是整个场上的技战术的应变 以及我觉得在这种就是大赛里面 就是大赛里面感觉 就收获到的经验吧 我觉得这两点是在我下来的比赛中应该会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下一步是不是直接就描向了更加高的比如说奥运的赛场 那倒还没有吧 因为奥运还有两年嘛 明年我们还有奥运积分赛吧 我觉得首先先是要把明年的奥运积分赛先完成好吧 这样才能再谈奥运会吧 之前你是觉得自己属于是那种就是心态波动比较大的 还是稍微就非常就是比较非常稳定的那样的一个运动员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的心态不能说特别的淡定 但是也不能说就是波动特别的大 但是在外界看来说我的心态特别特别的稳定 但是其实我觉得我还是自己心里的变化还是其实还是有 而且在打球的上面还是能看得出来 然后比如说急躁啊然后不稳定啊这些 还是等等还是有一些因素在 年轻的运动员我相信心中可能也会有一个类似于那种偶像 或者是非常那个尊敬和欣赏的一个前辈 那你心中的那个人是谁 我喜欢陶飞克 陶飞克为什么能总结一下 因为我觉得当他在最鼎盛的那个时期的时候 我觉得他打球就给我感觉就他很享受 就是看他打球很舒服 因为这个其实亚运会他整个这样一个覆盖率让更多的这个朋友记住了你这个名字也认识了你 你觉得这次亚运会的这样的一个成功对于你未来的 比如说在面对新的比赛的时候会造成那种压力或者是自己会有什么样的内心的这种波动 这一点我还没有想到吧 然后只是说可能大家认识我以后对我的期待就会更高了吧 然后所以自己也想也要继续更努力吧 然后这样才能回报给大家 感觉事先是一个挺文静的女孩 不知道我这种感觉是对的吗 不对 不对 所以下来你是怎么样的 有什么业余暗号 我觉得我没有什么业余暗号 我不是特别喜欢那种到处逛街啊那些 我不是特别喜欢 我觉得逛街挺累 挺累的 然后我还是 我就喜欢在房间看碟 所谓的宅女是吗 有点 上上网看看碟 对 也就这么过了 反正一些时间就这么过去 肯定比如说当你打了一场特别漂亮的球 或者是赢得了某一个荣誉的时候 也会自己奖赏一下自己 犒劳一下自己吧 你通常采用的方式是什么 有人可能会约一些朋友去唱歌 唱个通宵 或者有人可能大吃一顿 或者是怎么样 或者给自己买一个心仪的那些礼物 我觉得我还没有拿过一种大赛 能让我回去觉得能自己给自己奖赏的吧 这算是可能这是第一次吧 然后现在还没有想好要干嘛 要干嘛 之前来广州来的琴吗 就是经常来的这个 就去年年底来过一次打俱乐部 台卫赛 这次来到广州 有什么样的感受 对这个城市有什么样的品价 广州变漂亮了 然后特别是就是珠江吧 就是经过那边 我觉得确实变化很大 变漂亮了 亚运城的一些比如说一些吃猪的一些情况自己还适应吗 觉得舒服吗 还不错吧 所以感觉在亚运城里面还不错 因为第一次参加这种大型运动会吧 所以整个人还是比较兴奋的吧 因为第一次这么多人就感觉有点还不错 就里面还不错 我相信肯定广州这个城市也会在你留下 在你心中留下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 就是你的一个福地对不对 好的 那么这个后面的有什么样的计划 或者是有什么样训练上或比赛上的一些安排吗 近期还有吗 近期马上有中国公开赛 然后后面比赛 争取我希望这次的养一会的金牌吧 也能激励着我的后面的比赛吧 给我自己的信心也是上一步 然后自己也能鼓舞我吧 在你这个从事运动员生涯的这些时间里面 你觉得给你对你激励最大 或者帮助最大的人是谁的 我觉得那有很多 我觉得在不同的时候 然后他们对我有不同的帮助吧 那这两块金牌是想和谁一起来分享呢 现在的话 我觉得还是跟家人吧 跟家人 家人的支持 家人的鼓励 帮助你能够走到今天这样的一个成绩 因为只有他们是从我开始练球到现在 一直看着我这样一步一步下来的 好的 那么我们的这个最大的这种祝福 包括我们的一份就恭喜的这样的一份心情 今天还是要毫无保留的送给 今天曼泽尔规的 这些非常棒的这样的一个成绩 这也是我们90年亚运会之后 我们中国收获的第二枚的这个女子的 亚运会的女子的单打的金牌 特别这个怎么说 分量很重的这样的一块金牌 也希望你能够可以把你自己的那种 灵活的应变能力 以及日后可以从今天这次比赛当中 所收获的那些经验 淋漓尽致地发扬到以后的比赛当中 好不好 好 谢谢 期待着你可以早日给自己一份大礼物 到了那一天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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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